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一己私利 止步政治恶斗罔顾民生需求 导致岛内市基础设施落后 产业发展失衡 贫富差距扩大 民生物资供应缺口和物价暴涨时有发生 民生痛苦指数不断攀升 事实说明台湾经济发展的成果 没有汇集基层的民众 当前制约台湾经济发展的因素 除了你刚刚提到的期缺 其实还有关键的第八权 那就是缺安宁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没有稳定的台海形势 和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 台湾就不可能有稳定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就会直接影响岛内经济发展 和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当前祖国大陆正在稳步的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 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商机和红利 岛内各界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 表达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 我们希望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 放弃台独立场 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人员往来的各种限制 恢复两岸正常交流合作 增进两岸同胞福祉